美国YouTuber Chris Xtreme 平时喜欢和老婆合作 测试特斯拉车子性能 但在最新一集的影片里 他不顾老婆的生命安全 直接让他当白老鼠 测试特斯拉的自驾辅助系统 遇到人是否能够自动刹车 老婆像这样直接横跃马路 但车子直直直给他冲过去 眼看老婆就要被撞到 这时特斯拉才自动停下 这段影片引发太强烈的争议 Chris Xtreme眼看情势不利 立刻将影片删除 特斯拉自驾话题多多 曾经发生过撞死机器人事故 还有驾驶在车子行进间直接碎死 到底特斯拉的自驾系统 是福还是货 就凭各位良心判断了 CJ最后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